据国外媒体报道称,当年指控米固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对自己儿子性骚扰的美国人艾文钱德勒在美国当地时间10月5号开枪自杀。 据国外媒体报道,艾文钱德勒的尸体是11月5日下午5点35分,在泽西市的豪华公寓中被发现的,方案者是该栋公寓的管理人员,目前警方已经裁定现年65岁的钱德勒为自杀。 艾文钱德勒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扯上了关系。 1993年时,艾文钱德勒曾经向警方指控,迈克尔杰克逊对他年仅13岁的儿子乔丹钱德勒进行了性骚扰,此案曾经轰动一时,也成为了流行天王杰克逊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虽然最后案件以迈克尔杰克逊赔偿给钱德勒2600万美元结案,但是杰克逊本人始终坚称,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并不等于他接受这一控罪。 事后,杰克逊向媒体透露,他自己的确和这名名叫乔丹的男孩子睡在一张床上,但并没有对他做出任何猥亵的动作。 而据少数国外媒体报道,今年6月26号,也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之后的第三天,这起事件的当事人,当年13岁,如今已经年近30的乔丹钱德勒良心发现,向公众表示,13年前自己其实做了伪证,而唆使人就是父亲艾文钱德勒,目的是为了榨取杰克逊的钱财。 虽然目前这一消息可靠性无从考证,但这一说法却和长期以来,迈克尔杰克逊坚称的清白不谋而合。 时过今天,艾文钱德勒的自杀到底与16年前的案件是否有关,他是不是带着悔意离开人世,这和杰克逊的突然辞世一样将永远成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